正當華為首席財務官和副董事長釋放離開加拿大後 在另一邊商,9月24日早一天 俄羅斯一間大型天然氣管公司Novate 同樣是首席財務官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以及Deputy Chairman of the Board 董事會的副董事長 同一情況被美國拘捕 說他逃稅和隱瞞資產 現在他在美國,應該是監獄之內 這個例子大家想像一下發生過多少次 在東芝事件對付日本發生過 在Elmström 一樣在法國做汽輪機 即是Gas Turbine的廠 同樣身份的人物做了 現在這裏再有俄羅斯的Novate 同樣和華為的公主同樣身份的人 一樣現在被捕 那到底美國有甚麼權力這樣做呢 記住,這是美國自己的法律 美國法律應該來說 在其他地方是沒有主權可以去審理的 譬如在香港和台灣的陳同佳案 為甚麼香港不可以審陳同佳 因為陳同佳犯案不在香港發生 香港的司法機構沒有主權可以審這個案 因為這個案子不在香港發生 現在這個人是俄羅斯 不過問題是他雙重國籍 他在1999多年才移民去俄羅斯 取得俄羅斯國籍 所以他是雙重國籍 美國國籍和俄羅斯國籍 照計美國不准雙重國籍 只是單一國籍 為甚麼他可以有雙重國籍 我又不知道 總之現在如果你是美國公民 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的錢 都要向美國政府報稅 現在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在俄羅斯找到的錢 可能是沒有報美國稅 或者報小住宅 就是稅務問題被報 那你作為國家公民在地方賺錢 要他報國家稅 我覺得這個合理 因為這個仍然是你的國家公民 將來他回到國家裏面 可以享受公民所得到的福利 權利 這個應該 但是好像華為那個情況 就是華為的一個子公司 當華為的財務總監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就是馬晚舟女士 和另外一間不是英國的銀行 是和匯豐銀行 不是美國銀行 匯豐銀行 其中一些內部的溝通時 說他沒有報到華為有一個子公司 在伊朗那裏 和伊朗做生意 整個事件來說是絕對不合法的 第一 美國和伊朗已經簽了一個協議 是要解除對伊朗的禁運 而美國是單方面退出國際協議 而因為退出 所以要繼續到伊朗禁運 而是一個中國公司 和英國的銀行的一個交易 他們說交易不重要 一個會面 會面裏面的其中一個 PowerPoint那些軟件 裡面說有漏了港的子公司 而其實這個案件已經知道 在那個當時是有這個 說了出來的 而是匯豐插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樣照足孟晚舟 他憑什麼呢 我們要看回 現在就是在黑暗時期 在歐洲那邊黑暗時期 在羅馬帝國塌後 在歐洲那邊 各個小國各自為王 各自為政 很多皇帝仔 各個國家基本上 都受著羅馬教廷的影響 他們要做皇帝 就要加冕 加冕典禮 就要由教會出面 加冕 變成了 如果教會不肯幫你加冕 你就成為了一個不合法的皇帝 換句話說 雖然有這麼多國家仔 各個皇國 但都被一個在上面 騎著 就是羅馬教廷 大家知道為何會出現一個 Church of England 英國的教會 一個聖功會 原因是因為 當時的英國皇帝 想娶一個女人 教廷不肯 所以 當然不肯幫他主持婚禮 於是生氣起來 我退出 我不跟你的羅馬天主帝 羅馬教廷下 我自己做一個 我自己做教主 所以有一個Church of England 同一理由 這個羅馬教廷 可以插手 在各個 理論上 獨立的主權國家 去搞事 這個概念 其實西方已經用了非常長時間 而 美國本身 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United States 很多國家仔 就是他們的州 河東州 是合不在一起的 基本上每個州 是一個小王國 那州裡面 有它自己本身的憲法 有它自己本身的法律 因此 如果你在一個州裡面犯事 走到第二個州 如何呢 於是 他就要搞一個聯邦的法例出來 使得可以追到 在別人州 犯事的法人 於是就差不多 我們所謂的引渡條例 但這個引渡條例 就變成了 就不是了 變成了 它凡事 來到我們 我照樣可以告它 就將那個 所謂的主權 擴充到其他國家 然後到美國 後期發現 有些公司 在國外做生意 已經是行賄 所以它有需要 做一個 就是 Foreign Corruption Act 於是就 整個FCA出來 這個Foreign Corruption Act 使得 美國公司 初初有權 審查 它自己美國公司 在外國 犯下的 賄賂問題 後期 出現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 有一個例子出來 於是 開始 加了一個 所謂 Limited Contact Doctrine Limited Contact Doctrine 就是 只要你和美國 有少少關係 我都可以審理 少少少 你用美元 或者你這間公司 可以去美國上市 這個例子 就是因為有一間公司 要去美國上市 在那時候 搞出來 你來美國上市的時候 調查到你在其他國家 犯了 這個 賄賂罪 所以就要告這班人 由這個開始之後 所謂 Minimum Contact 之後 又或者Limited Contact 之後 變成了美國自己的法例 去到 用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 只要你有任何東西 是和美國有關 Minimum Contact 譬如你的郵件 通過了 如果美國的服務器 譬如我想把一個電郵 從我家裡 傳給我老婆 那我的電郵 可能會繞我外面 去到Google 那裡 Google在美國的服務器上 然後繞回我老婆那裡 變成了我和美國有一個Minimum Contact 因為我的郵件 經過過美國 記不記得華為事件 捉了孟晚舟之後 很久 因為華為 華為裡面有部分的 郵件 即快遞郵件 給 美國 快遞公司 送去美國 查完再回頭 這就是Minimum Contact 只要你和美國碰到 他都說他有權審理 現在就是一樣 華為的例子 就是因為匯豐銀行 有美國的生意 華為有子公司 有美國的生意 所以 他就管了你 華為在美國境外 和另外一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都管了 這個大家覺得公不公平呢 大家當然覺得不公平 但現在也都 利用這件事 現在變成了美國一個國家的手段 去搶掠其他國家 的重要資源 日本的半導體 是因為這樣被他打倒的 現在法國的 Alström 裡面的 氣煙 Gas Turbine 蒸氣渦輪基 本來在 那時候 美國陷阱 那個作者被捕之前 法國Almström 拿到世界六成的市場 但是通過將其中 他一個主要的人 用一個 差不多莫須有的罪名 然後 整個 吃掉 現在出現 俄羅斯 一樣是同樣的東西 到底俄羅斯會怎樣處理呢 當然我們不知道 但是 好像在 美國 陷阱這個書裡面的 主要所說的 當他沒有得到公司的支持 沒有得到國家的支持 他唯一可以做 就跟美國政府妥協 因此損失的 他自己本身 以及 他的公司 現在這個例子 會損失什麼 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現在 說晚酒事件過了 但是 立刻 在俄羅斯這邊 就有一個 他們的Novatec 一個 天氣公司 一樣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首席 財務總監 以及 Deputy Chairman of the Board 副董事長 因為 美國所說的稅務問題 現在是被捕 情況繼續發生著 似乎世界還未學到中國 應該做的手法